早点看 这样子就做好了 年糕 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我應該就簡單弄一下午餐 因為我們其實等一下要出門 今天要帶停電去朋友家 跟他們家的小孩玩 我可能就做個鮪魚玉米蛋沙拉配吐司 現在才燉15分鐘就超級香了 等牛腱蘿好之後我要再做一些蘆味 有豆干、甜不辣、豬血糕、紅蘿蔔跟雞蛋 如果有白蘿蔔更好 但是家裡沒有 所以我就用家裡有的料來做一些蘆味 可以當晚餐或是當宵夜吃 這是甜點的午餐 有番茄、杏鮑菇、小白菜跟鮭魚 這是鮪魚或是罐頭 超簡單 這樣子就做好了 超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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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度 超簡單 超allah Especially 3 香港海軍 妈咪在干嘛 妈咪在化妆 妈咪的卤味 妈咪的卤味 等一下 爸爸爸爸爸爸 卤汁有点点少 所以可能要定时来 给它翻动一下 卤汁有一点点少 我们继续去准备啦 妈咪要化妆 你要绑头发 setto一下对不对 快速的准备好了 黄乱种 天天 你今天是不是跟妈咪穿母女装 这件唯一是Sholin的couch potato 可是好像已经卖完了 然后天天穿的是韩国的上衣 跟uniculo的牛仔裤 卤味卤好了 看起来都有入味 好啊你不要偷吃 牛健我换了一个小一点的container 这样 对啊 惊艳吗 你可以给他吃一块红萝卜 好像露冰餐哦 会很咸吗 会 好那我也来吃一个新鲜的看看 你刚吃的是甜不辣还是豆干 甜不辣 那我也要甜不辣 好吃耶 明天要再撒个葱花在上面 有入味耶 嗯这个可以冷的吃 哦好好吃哦 昨天滷好的牛健跟滷味拼盘也做好了 等一下要配啤酒吃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要来先准备腌两天的脆皮烧肉 因为肉已经解冻好了 所以我要先赶快来腌它 不然肉再放就坏掉了 先说我真的不是什么专业的哦 但就是我上次有做那个脆皮烧肉 而且是用气炸锅 我自己觉得还蛮成功的 所以这礼拜想说再来试做看看 这个可以趁它睡着之前你帮我冰进冷冻柜嘛 然后先把皮上的东西刮掉 如果有毛的话也要拔掉 我这块五花肉其实是长条 但是我切一半 因为我觉得一次好像可以不用做到太多 它当天吃最好吃 隔夜的话皮就会不脆了 然后先把边边的肉切掉 凸出来的这种 把它切得比较平整 这种切出来的呢 你就可以拿来炒其他的菜用 把它翻过来之后呢 我要这样切长条 因为这块肉比较小 所以我可能就切两道 让它变成是三条肉这样子 这样子切 所以不要切到皮哦 就是把肉切开来就好 等水滚的同时 我们先来做腌料 盐巴白胡椒跟五香粉 全部混在一起 一匙 胡椒粉一匙 盐巴一匙胡椒粉一匙 糖 听感觉 这样子 然后五香粉也是 分量差不多 平均就好 因为其实也不一定穷不用的玩 好 我们搅拌一下 现在烫出来长这样子 稍微穿烫一下就好了 不用太久 就是让它表面看起来没有深深的就好了 然后现在再把表面刮干净 刚刚调好的腌料 只要腌到肉就好 皮都不用 皮要保持干净 里面都要涂满 涂好 好 感觉上都蛮平均的 之后就差不多了 我剩下这样一点点的粉 不用倒掉 因为还可以用 都抹好腌料之后呢 准备四根牙签 我们要在表面疯狂搓洞 就是搓越多洞越好 这样子它在炸或是烤的过程 才不会因为表皮膨胀 然后有骨很大的包包 反正好像就是要搓很多洞 它的皮才有办法很脆 就是你要真的 感觉那个牙签有插进皮里面 不是表面哦 因为你真的要插进皮里面 而且这个步骤啊 就真的是绝对不能省略的 连这种边边的都不能放过 我之前有试过 在冰箱风干两天之后再搓 结果那时候完全搓不进去了 因为皮已经硬掉了 所以一定要在现在这样子 皮还软软的时候搓 先大面积这样 等一下可以再着重在边边的小部位 其实小孩睡觉之后 用这些准备食材还蛮享受的 缩的边边角角全部也都搓完了 现在我再把表皮擦干 就是尽量让它干净 接下来拿你要放进冰箱冰两天的容器 我是用这个可以直接放进烤箱的 哦对 剩下的粉倒进下面底部 就这样 然后放进冰箱冰两天 也不用封起来就是要让它开放式的通缝两天 然后你们可以放在冰箱最里面 珍贵的冰箱啤酒 嗯哇 还好喝 滷味配啤酒 最享受的时刻的酒 嗯 嗯 太好吃了 我吃得饿 吃得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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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晚餐要吃港式的 宝仔烧腊饭配脆皮烧肉 脆皮烧肉已经在冰箱风干两天了 我现在拿出来让它慢慢的退冰 烧腊切好之后米也泡了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可以把它们放进电锅里面先煮 然后我们再准备脆皮烧肉的部分 我今天就煮一杯半的米 因为我没有很饿 煮 猪肉退冰一下之后 我看网络上很多做法 有些人是只有抹白醋 然后有些人是只有放盐巴 所以我上次是两个都试了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今天应该还是会这样 我会先抹一点白醋在皮上 等它干了之后呢 我们再撒盐巴在上面 醋跟盐巴都可以把水分洗干 这样它的皮才会脆脆的 等它干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它移架 到铝箔纸上把它包起来 我这一次真的煮很小一块 因为我想说一餐如果可以把它吃掉就好了 OK 只留皮在外面 然后撒盐巴在上面 我把气炸锅放在瓦斯路旁边 因为其实气炸锅还是会有很多油盐 所以就可以用那个抽油盐机 180度C 然后我这一台是Fahrenheit 355度 先25分钟 OK 好咯 刚刚在响了 喔 对焦对焦 你们看看 我觉得我这一台的气炸锅火力真的蛮强的 就是 感觉 边边已经有点 黑掉 好然后我们要把盐巴挂掉 再把整块放回气炸锅 然后气炸10分钟 通常他们烤完25分钟再放回去的时候 他们会提升到200度 但是我上次用200度再烤 我感觉太干了 所以我这一次 一样就是放回 350 180度C 然后10分钟 每台气炸锅的温度也都不太一样 用Phillips的话就可以180度25分钟 200度10分钟这样 我这一次是185度all the way 所以我们在烟的时候不是有先分这样三块吗 顺着条纹切的这三块 我先把这三块切了 然后我们再逆着条纹切 这样口感才会好 甜око 超酸的 再挣一个 煤 最后喝的 正确 真浮 眉燈 雅 卡奏 卡奏 冰塊 現在是溫哥華斑點蝦的盛產季節 我前幾天就在網路上團購了兩磅的斑點蝦 然後Kamen剛剛已經去哪了 就真的是還是活著的那種超級新鮮 所以我們今天的晚餐就是海鮮大餐 反正團購我就訂了海膽跟斑點蝦 我超愛在網路上訂那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是在微信上面跟團的 我到處跟團 這是那個蛋黃酥 我打開給你們看 酥 蛋黃酥 你看這個蛋黃酥其實還蠻大顆的喔 我好像點了酥皮 芋泥 紅豆的 抹茶蛋黃 好像是黑芝麻 這是黑芝麻 對對對 然後他一次就是四個口味一盒 我想說這一次先吃這四個口味 下次再吃另外四個口味 天天要煮飯了 天天你煮 你按 不能吃這個不能吃 等一下要吃晚餐了 你剛才吃麵包對不對 這個是爸爸媽媽的 上次我們是用水煮的 加薑跟蔥在水裡面 可是薑麻說 那樣子會失去甜分 所以他教我們用這個方式 我要我要 媽媽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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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媽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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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的晚餐 給他吃三隻蝦加青菜 再加白飯 我等一下要把他全部剪一剪 讓他比較好吃 準備要炸蝦頭 打開 你會不會吃 你會不會吃 他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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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 你聽到很脆的聲音嗎 你有聽到很脆的聲音嗎 你有聽到很脆的聲音嗎 有啊 等一下 芥末比太多了是不是 你看看 這太好吃了 這太好吃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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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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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誒 他頭上怎麼會有這個 他在你旁邊的東西 他頭上有一個蝦腳 寶貝你說蝦子 嗯 對 嗯媽媽媽媽 我真的不在意 喔~~ 十分煮了 一片一片 鞠子 一片鞠子 一片鞠子 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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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 盐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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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